基本上我不會彈 來電動一下 來看一下 仔細看這個弦 這樣子 跟 差別在哪裡 一個大聲音比較小 你看這個弦有什麼變化 這個大震動比較好 看不出來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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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感覺像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不對 另外看不出來可能他有一點點 他可能太小看不清楚 好歪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是不是有這個來 不要管 不要管蜜蜂 蜜蜂 蜜蜂 不是你們老師 不要讓蜜蜂 好 不要讓蜜蜂 好 所以這叫什麼 這個來決定聲音的大小 對不對 這是決定聲音的大小 不讓我們大力 我不用拿小的 看到這個嗎 有管冰 看到這個嗎 太細了 看到這個嗎 有 一點點 他變化這個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高度 決定的聲音的大小 這高度就是 再定義大就是 高度決定 不要用 震動 震什麼 震波 震波的什麼 震動 震動的幅度 震動的幅度 所以簡稱叫 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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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不一样 OK 比较粗 一个比较细 一个比较细 OK 一个粗比较细 没有错 一个粗 一个很细 粗跟细有什么差别 我拨的力量都会一样大 速度比较快 比较轻巧 你的速度比较快 什么意思 真的比较快 真的比较快 对不对 所以它是比较快一点 是不是 简单来我给的力量是一样大的 比较粗的血是比较重 比较重是比较动的比较慢 对 对不对 我给的力量一样大的时候 比较细的弦比较瘦嘛 它是被移动比较快 对啊 是哦 简单来我推去 你推它就跑掉了 我推你 跑不动啊 对啊 因为我才比较快一点 因为你才重 就是这根弦嘛 对啊 所以就很慢 这根弦比较细 它动的比较快 所以快慢会决定什么 高低 声音的高低 声音的高低 所以声音的高低是什么 刚刚讲的 快快决定高 波的什么 波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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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决定 所以频率的决定 声音的高低 频率越高的声音越高 频率越低的声音越低 所以说我声带很细吗 再讲一遍 所以说我声带很细吗 声带很细 不是 它应该是你的 你的巴音的那个 孔 方便比较小 你帮我拿一下 那个 那里面有吸管 抽屉里面有吸管 有个大吸管 在右边 右边你看到 有两个 在哪一个 是好的 谢谢 有吸吹的味道 阿拉费 你要吸吹 我会吹 我会吹 爱人 爱人 爱可以 在哪 我也要玩 我也会 我把它捏短一点 有有有有有有种 我想气不接下去 啊对对对 谢谢你 但是我感觉聲音高一点 没有 好 這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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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有更高 好 妳是耳末了 有一點點耳末 噓 好 我們要拿一個 好 真的很物語 對 這這麼大的桶子 我如果吹它 你覺得聲音更高還是更低 更低喔 有沒有聽到 更低的聲音有沒有 好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 趁高的 好 應該聽到很低的聲音 好 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聲音比較高應該是說你的發聲的空間 同學 同學空間比較小 所以我們的聲音呢 因為我講 聲音我在吹的時候 氣是一樣大的時候 氣會下去再上來 氣下去再上來的時候呢 它跟我吹的氣會被切斷 會被CUT OFF CUT 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空間 我們吹的時候通常 氣是往這邊吹的 會讓氣從那邊流進去 再流出來 對不對 氣流進去流出來的時候 他會把氣切斷 把氣切斷 你一秒鐘切斷幾次 代表什麼 代表是頻率 你切斷越多次 頻率越 越快 越高 頻率越高 切斷它就會 類似這樣的聲音 可是你如果快的時候 它就會聽到一個聲音 你看我們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爸爸開車 經過那個減震 減震帶 第一本會有這樣子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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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線的時候 你車的經過的位置要什麼 位置要瞳瞳 但是拿過來的時候是不同 但是減震帶是一圈的 像高速公路才有 有沒有 瞳瞳瞳瞳的感覺 可是當你很快的時候 它變成一個衣服 現在在重複 在馬祖 在馬祖上 沒有聽過 他在一條馬路上 你看 這偏偏呢 它放很多 這種細細的減震帶 可是呢 它有的寬一點 有的窄一點 我拆的車速度如果是一樣的話 再窄一點 再寬一點的地方 得到音是低的 因為它每次碰到的時間度比較長 你這根本就沒有 你知道意思嗎 我不用 從這邊看到這邊 我需要一秒鐘 我可能碰到十次 從這邊到這邊 一秒鐘我碰到十次 我就掛線 我越窄的時候呢 頻率越高 因為一秒鐘可以通過越多次 對 我聽到越多次 對 我聽到越高了 高一點 我如果一秒鐘碰到很少一次 它聲音就低了 你看我的聲音喔 進去之後 它繞了一圈再上來 切斷一次嘛 這是哨子 我們在做哨子 是用這種原理來做的 哨子 然後它快快轉一轉 哪有空話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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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喔 我用吸管的時候 假如把吸管捏短一點的時候 它經過之後很快就被切斷了 對啊 一秒鐘可以切斷頻率次數是越多 對啊 頻率的意思就是一秒幾次嗎 一秒幾次 我一秒一百次跟一秒一千次 哪一個頻率高 一秒一千次 你聽到這個聲音是高的還是低的 高的 高的 跟一秒一百次來比的話 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振動 可以看到 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振動 跟這個振動來比的話 這個一秒鐘的振動次數比較多 這個振動次數一秒鐘比較少 那 所有振動都這樣子喔 你只要是每秒幾次 它就可以發出硬的聲音 我譬如說 假設 我的手在振動 你聽到這聲音嗎 你幹嘛笑 沒有 你要很快 只要發聲音 對 就是你要 就是 對啊 假設一直不是在耳朵旁邊 飛 它還是振動次數 對 你為什麼不這樣死 對 它飛了 因為它腳 它沒有腳 不是它那個 擺動的那個數 對 因為它擺動的次數 它的頻率 它的頻率 它的頻率剛好是我們聽得見的範圍 人的耳朵的頻率 聽得見的範圍 該是多少 很少 一秒二十次到一秒兩萬次之間 好多喔 好一秒二十次跟一秒兩萬次之間 所以日本他們就發現 就有在一些公民 因為他們公園很多年輕人會聚集 聚集因為公園旁邊就有住宅 所以老人家睡不著 因為他們年輕人聚集會開始 玩啊 喝酒啊 就會很大聲很吵 那怎麼辦 對 他們盡快 他們社區就用那個高音喇叭 非常高音的喇叭 就是高音的喇叭 然後到晚上的時間 那些年輕人來玩的就打開 可是高音喇叭 還蠻好人家聽不見啦 所以就繼續睡覺 打破喔 高音喇叭 高音喇叭 我覺得我們的宿舍也可以收音 蛤 高音喇叭 高音喇叭 低音比較好 低音比較好 高音聽不清楚啊 而且高音很刺耳 你們聽過嗎 有那種驅蜗器啊 有有有有 泡菌 誰的手機有驅蜗器 泡菌 沒有啦 你們聽過嗎 沒有 不要聽的 很痛苦的 我都聽不懂 好我現在手 我手現在都沒有了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如果下個有安裝好 大家放眼睛聽看 好 所以頻率很簡單 我只要手動得夠快 你像聲音怎麼來 手動得夠快 我手在動的時候呢 我就會揮動到旁邊的空氣 這空氣會產生一個震動 就會傳染你的耳朵 所以空氣在耳朵就形成一個震動 所以你的耳膜 只要震動頻率 這個頻率就聽到聲音了 懂我意思嗎 我需要再講一遍嗎 我這個聲音 我的手的聲音怎麼傳到你耳朵去 怎麼了 風的聲音又不一樣 風的聲音又不一樣 因為風在這邊導流的時候 它會產生另外一個頻率 但如果說其實只有手的震動 這個波要傳出 譬如我講話好了 我講話聲音怎麼傳到你耳朵 誒誒誒誒誒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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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聲音傳出去的時候呢 所以我的聲帶在跟空氣做振動 振動的時候你要想空氣就像是一個很多氣體分子 所以這邊氣體分子被壓縮 就壓到旁邊氣體分子 又壓到旁邊氣體分子 所以它一直就傳遞出去 傳遞出去的時候就撞到你的耳膜 就撞到你耳膜 那你耳膜被撞擊的時候 你耳膜就會震動 那你耳膜震動 就會感受到我這邊講話的聲音的頻率 所以我的聲音的頻率 跟你耳膜被震動的頻率是一樣的時候 你就聽到我的聲音了 OK 就這樣傳遞的 非常好 好了所以我們現在知道證服 知道頻率 有概念了嗎 有 什麼概念 有 那現在還有一個東西 有一種 什麼時候受不了 在哪裡 他爭執了很久 他爭執了很久 他幫他放身好了 他放不了身 他應該 他也是 會拜拜 你又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為什麼都不知道 他會這樣子 你要讓他摸一下 對 好 OK 來看一下 咱們叫做這個 來 咱們可以告訴我 你們看過什麼樣的波 你們來想一下 海浪 海浪對不對 海浪 水波 這樣 我這樣畫像不像海浪 在側邊看 好 塞浪 因為他們就掣石頭 會給他一個波 像 像不像 像 我現在講說像不像水波 像 不像是 像 你畫一下畫一個像水波 我幫我 Ȓ 我就不太像 好 不太像 那沒關係我便利了 好 好 像不像水波 像 像不像神波 假設你還要繩子 這樣 有有有有 好 請讓你看到這個是一個坡 你覺得它有什麼特徵 它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有彎曲 所以我們只要有上有下 就可以上這個坡嗎 彎曲 所以只能有彎曲 也算這個坡嗎 不會交叉 不會有交叉 所以不能有交叉 不能有交叉 不能交叉 我們會把它的特徵寫下來 看看它有什麼東西 那我如果是這樣子 沒有交叉 那個不可以有兩個 什麼 講清楚 那個 裡面不可以有兩個 那個 就是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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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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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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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回頭 怎麼樣回頭 轉了超過九十度 所以我假設是這樣子 這也算這個坡嗎 是 超出那個 超出那個 要一條線 超出 所以你說 這邊有很高低的 限制 是不是 今天有限制 要有限制是吧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不是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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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 下面的 所以說中間如果有條線的話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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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坡 是 這是一個坡 這是一個坡 是 是 所以這兩個都是一個坡 可以看到 下面是什麼 你覺得下面不是一個坡 下面很半 所以下面不是一個坡 下面是一個坡 心電圖怎麼樣 孩子我忘了帶心電圖 我應該找個心電圖 這不是 你覺得下面像是電圖嗎 有點像 大哥 有點像嗎 不是 要 要 要 穩定的 穩定的什麼 穩定的什麼 平率 穩定的平率 這是一個重點 要穩定的平率 所以為什麼下面不是 因為它沒有穩定的平率 接不接收 丁股都想吧 接收 接收 好 接收兩碗方面 再解釋一下他剛剛說什麼 穩定的平率 穩定的平率 穩定的平率就是要有一 規律的 規律的 要規律的上下 要規律的上下 對 所以呢 如果說我是這樣畫 可不可以 這可以有直線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不行 就這樣 這樣 這樣 不能直接這麼超低 如果這樣畫 這不是波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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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啊 這好鬼啊 啾 那為什麼是 啾 開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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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這樣畫 白色中間的波 算 紅色中間的波 算 算 它要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要跟什麼 上下摆動 沒有回頭 然後它有固定的 固定 的平率 的條件 固定的平 它重複出現 固定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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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 我問一下 龍頭比較大 當然可以 但是我們講如果是大 你把它細切的話 剛剛還會固定嗎 你把它細切 它某個時間 譬如我講話用高低音 我講話用高低音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把我的聲波切成每0.1秒的範圍的話 你跟它這邊1秒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為有時間變化沒那麼快 它是完全固定的嗎 完全固定 會有點差異性啦 一定會有差異性 但是基本上會比較固定 一段時間內 對 一段時間內會比較固定 會重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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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重複出現固定的 我們這叫樣式 樣式 我主要樣式就是說 像這個叫做 一般的叫做正旋波 這叫做三角波 真的有 這叫做 這是一個複合波 然後這次還有方波 方波 可以是這樣嗎 方波可以是這樣嗎 好 好 但是你看自然界看不到方波 在自然界看不到方波 自然界就是人造出來的 自然界看到都是正旋波 對 都是正旋波 都是正旋波 方波就是讓方方有一個 要的 蛤 就是 要用電路去做 電路 像我們現在用的電腦系統 用的0101訊號就是方波 這是1的訊號 這是0的訊號 1的訊號 0的訊號 有訊號就是1 沒有訊號就是0 這是方波 有訊號 這個概念嗎 有概念嗎 有一定 有訊號 所以 有波就有聲音 有波就可以有聲音 有波就有聲音 而且你是 這個波會震動到你有脫摸 這波要震動到你有脫摸 才會聽到聲音 所以譬如我這邊 你看這電線 電線有沒有波 電線是有波的 有耶 什麼波 有波的 它什麼波 電波 電壓在流動的時候 我們是台灣的是60赫兹 60赫兹 平衡的單位叫赫兹 60 60的意思就是每秒 震動60次 可是它的電壓呢 這兩邊的電壓 它會每秒交換60次 因為它沒有震動 擠壓到 空氣 空氣沒有擠壓到你的溝 為什麼它沒有擠壓 沒有 沒有 通常如果你有接電氣用品 那電氣用品它裡面可能有電力來流動 它會產生電壓差 然後吸引一些東西 它才會產生一些很尖熱的聲音 比如你擦充電器 有沒有聽到充電器的聲音 有沒有聽過嗎 很高的 很高音的尖熱的聲音 因為它會有變壓 變壓把頻率增加了 所以它頻率增加到你真的見得高音 它才會有藍光的聲音 就像我把光打下來 陽光打下來 陽光有頻率 有 陽光也是有頻率 你聽得到陽光的聲音嗎 聽得到陽光的聲音嗎 聽得到陽光的聲音嗎 聽得到陽光是有頻率的 陽光是有頻率的 陽光是有頻率的 因為它頻率也很高 它高過我們兩萬以上 你聽不見 但是它事實上是有頻率的 我 基本上所有東西說 你的朋友 我簡單來講 我如果說 拿一支筆在筆上 在鉛筆在桌上畫 來回這樣畫 算不上那個震動 算不上那個波 算不上那個波 你一定會聽到聲音嗎 不會 一定會聽到聲音 因為我這樣畫的時候 它的移動可能沒有讓你的耳 手多接受到那個震動頻率 所以就聽不到我這個聲音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在電視機 看到有人在電視機裡面 震動 它是不是有個畫面震動 你看到它畫面震動的聲音嗎 你聽得到畫面震動的聲音嗎 為什麼聽不到 它沒有擠壓到空氣 所以你聽不到空氣擠壓到聲音 這樣知道嗎 我們聽到聲音是需要有東西傳遞 所以現在有新的 有新的傳聲系統 它不是靠有多空氣 因為靠有多空氣不穩定 所以靠什麼 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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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接把那個喇叭 直接弄在你的臉的骨頭上 然後就可以傳遞到你的耳 對就可以傳遞到你的耳朵 而且聲音會不會受到外面干擾 外面就算很吵 因為聲音直接傳進去 不會很痛 不會很痛 壓著 那甚至我講話 你知道嗎 在他們 部隊美軍裡面 他們有些人給我講話 譬如以前都說 我是一個 我們是一班下去攻擊的時候 人散開之後 很遠 我講話聽得見嗎 拒攻擊囉 然後呢 你聽得見 人家聽得見嗎 所以不能講話 那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做手勢啊 做手勢 要做按 對 然後你別的手勢之後 如果我剛好 剛剛沒看到 再一次 是不是 來不及 剛剛沒看到 那怎麼辦 因為他們有個東西 他們用把那個麥克風直接接在你的聲帶 可是我講話說 你不太大聲 我這樣有點震動 我就震動到這個麥克風 麥克風就直接把這震動變成電波 電波傳到他的耳機 他的耳機也沒放出來 他耳機直接貼到鼓頭 那你呼吸也會不會聽到 也會聽到 你給它分辨出來 你給它分辨出來 因為呼吸的震動跟你講話 那個震動不一樣 比例不一樣 所以你聽得出聲音 我是指揮官 我講話會給你搭託 就可以輕輕講 好 就可以把聲音傳 靠過電波傳來音樂 懂我意思嗎 那你要講話 你自己來試試看 我講話就真的在講聲音 我就會有震動 可是你如果 懂意思嗎 你如果講氣音就沒有震動 你講聲音 蛤 我說如果你是用氣音講話 你這邊沒有震動 那你是說 身後的氣音講話 你這邊沒有震動 就沒有震動 就沒有聲音 可是如果你是用真的音 但你說講在小聲 這邊都會有震動 你自己試一下 你就知道海倫凱乐怎麼學講話嗎 海倫凱樂 海倫凱樂是 海倫凱樂的手 海倫凱樂 海倫凱樂是那個打水 還有三種障礙 第一個是視覺 他看不見 第二個是聽覺 他聽不見 第三個 因為他聽不見 看不見 所以他不會講話 可是海倫凱樂後來會講話 他怎麼學講話的 他有指望 他手放到人家的喉嚨這邊 手 就是你講話就放在這邊 我就聽你講話 一開始這樣 可是不需要放裡面去 放裡面去我怎麼講話 他的感覺 我在講什麼 他可以去摸 他靠觸覺去感受我講話跟你一不一樣 然後他靠聲音的振動 去感受我講話跟你一不一樣 我們都靠耳朵去聽聲音對不對 所以你先嚴格來講 排輪卡列是靠手去聽聲音的 他可以用手去辨別你的振動頻率 你講話的聲音很高燙 你振動頻率不一樣 他用手感覺得出來 所以後來我看一部電影 有一部電影叫做 他超能者 他是那個什麼 他晚上就跑出來 他是四馬人 超 夜魔俠 夜魔俠 對 夜魔俠 有人如果看了就覺得 原來適當的人是這樣 他是適當 他看不見 可是他可以用聽覺去感受到景象 他看到雨下下來 他下到你身上 我去感受那個聲音 我就可以知道這邊有的人 站在這裡 那個電影拍的時候 原來也是 是這樣一張聽動的 譬如他可以這樣子 譬如我拿個擱擱擱擱擱擱擱 我就可以靠背身 把這個房間的大小畫出來 這樣我腦袋就畫出來 超神的 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世界 很特別 所以他是用手的觸覺去聽聲音 夜魔俠是用聽覺去看世界 什麼 Amazing Amazing So amazing Yes Yes You are amazing also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樣的波 固定頻率 好 什麼都沒有 固定頻率啊 通通這個點子是固定的啊 沒有嗎 這是固定的頻率啊 對不對 這個高度叫政府 OK 所以高度越大的這個波 如果我們就感官感官的話 聽到越大聲 越窄的波越小聲 這個是能量的意思 政府代表能量 很疼 好 頻率代表什麼 頻率代表證重的快慢 證重的次數對不對 每一天要幾次代表證重的次數 好那請到這個到這邊呢 是代表什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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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一樣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行進的距離 行進的距離 對 這代表誰行進的距離 我 行進的距離 對啊 很特別的是 它不是所有波的行進 它代表是什麼波 什麼波 一個波 行進的距離 一個波 不是嗎 就是一個波行進的距離嘛 你看 這邊是不是跟這邊是一樣的 是重複的形狀 有沒有 所以我們說從這邊開始 下去再上來 這就是一個波的波長 這叫做波長 一個波的長度叫做波長 就明得正 OK 一個波的長度叫波長 這樣知道嗎 知道了喔 波長的代表就是LAM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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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頻率 波長 ノ 什麼要LAM LAM 我知道這個波一秒鐘震動十次 所以要十赫茲嘛 赫茲 十赫茲 然後我又告訴你說 它的波長 浪打等於20公分 表達那個波長是20公分 一秒鐘這波可以轉多遠 一秒鐘 多少 多少 一秒鐘這波可以轉多遠 一秒鐘這波可以震動十次 可是每個波的長度是20公分 一秒鐘這波可以轉多遠 兩百分 你看嘛 每一個波是20公分 一秒鐘可以有20個波 一秒鐘可以有10個波 我這邊有10個波 對不對 一秒鐘有10個波 表示我彈過去的時候一秒鐘這邊會產生10個波的話 然後這個波移動的速度就必須是 200公分 是不是 它才可以移動到尾巴 我才可以中間可以產生10個波嗎 你說一秒鐘 我說一秒鐘啦 因爲赫茲是一秒鐘提次嘛 那我們已經知道波長是一個波長 就是一次波 產生的長數是20公分 那我是不會知道一秒鐘這個波可以轉多遠 知道嗎 這叫波數 波數 那你們來想一想波數會受什麼影響 波數受什麼影響 想一下 波數受什麼影響 受壓力 受什麼壓力 空氣 空氣 空氣壓力 看到了 還有 좋아요 Falling 1 1 2 好 будем 很後悔 太過了啦 阿絮 太過了 唱媽了 再船媽 在幹嘛 はい 回家 我出一分 我這次要吃 要幹嘛 我都在 你還去看嗎 要綁著 我幫你一條橡皮繩 好酷的橡皮繩 好酷的橡皮繩 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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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的 大是裝的意思 裝東西 裝飯叫大飯 大飯 你剛講的 可愛的 可愛的 搞不懂 謝謝 可愛 可愛 對 穿不行 好酷喔 OK 拿一下 不要開 不要開 這個強度呢 我再來積一點 你不用搖晃 感受它的 穿過去的快慢 我把它拉緊一點之後呢 我產生兩個鍋又不難 所以說 收了 好我近一點的話 不要讓你產生兩個鍋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可以產生很多的鍋 有沒有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 拉長 不要緊張 你也不要放開 我這樣子 就是一個潑傳過去的速度 跟這樣子一個潑傳過去的速度 哪個快 是拉的長的快 拉的長的快 拉的越長 你的髒力越大的時候 你的髒力越大的時候 髒力越快 你的髒力越大的時候 髒力越快 你的髒力如果很小的時候呢 它拖慢慢慢慢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它拖速其實跟 繩子的張力有關係 嗯 好了 那再想一個事情 好 我來了 我們如果說 我現在只會想 我應該要弄一個厚一點的 這繩子 想一下 這繩子的重量 會不會影響到拖的傳越速度 會 會 那繩子越重的傳越越快 繩子越輕的傳越快 輕 越輕的傳越快 對啊 為什麼 因為 沒得輕巧 不要輕巧 是喔 所以簡單講 就要線的密度 線的密度 我已經看到了 好 OK 線的密度 意思是把質量 分配在這個長度上面 這要線的密度 嗯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剛剛講的密度 是體積的密度 把這重量 把這質量 分配到這個體積裡面去 現在繩子的話 我們是把重量 分配在這個 繩子裡面去 長度 好 再線的密度 好 那速度還會跟什麼一樣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們現在講 空氣 講話的聲音的速度跟誰有關係 剛剛一個講壓力 壓力有關係 它有沒有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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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es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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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rate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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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嗎? 我這樣子 你聽到聲音的時間會不一樣嗎? 所以你不故意了 自己以為 我在200公尺外 我輕輕一槍 跟重力一槍 你會不同時間聽到嗎? 不會 那比如說 假設我跟俊宇在旁邊 我跟你講話 因為講話講話比較大聲 你會先聽到聲音 會嗎? 基本上沒有差距 你可能聽不記得 是因為聲音的波散掉 你感受不到距離的震動 如果距離時間小聲講話 你可能感受不到那個震動 但是如果你完全聽到那個震動的 以前你來講話 聲音的傳遞速度是一樣的 不管你聲音大、小聲音速度是一樣的 應該是200公尺 200公尺 所以假設聲音 我跟俊宇在一起 我們兩個同時講話 我說我跟俊宇在一起 我們兩個同時講話 不要啦 他會不會先聽到誰的聲音 懂我意思嗎? 先聽到誰的聲音 我們 我跟俊宇在一起 我們站在200公尺外 我們同時先講話 你會覺得 會先聽到某個人的聲音嗎? 對啊 我就是你笑嗎? 對 很簡單 我們可以坐下 其實這個可以坐下 那個 我們到外面去好了 我們到左邊去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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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超屁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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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